中共新进常委刘云山日前按照既定安排 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职 有学者认为保守派的刘云山兼职意识形态大本营 再次显示新一届的常委坚持偏左路线 也有人根据刘云山近来似乎看长的视图 来分析他和新主子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1月15号刘云山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 高调在毕业典礼上亮相 海内外对中共这一项人事安排普遍给予关注 现年66岁的刘云山从2002年10月起担任中宣部部长 他在任内的10年间以保守著称并严格加强舆论控制 去年11月刘云山入场在七常委中排名第五 分管中共党舰组织人士和意识形态 如果有一个像刘云山这样的人 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话 他一定会强化原来的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这种教育 强化这些什么变动维物主义 历史维物主义的传统的国产党的观念的教育 这样会使干部更加保守化 而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刘云山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并不令人意外 重点是将来他是否还管宣传意识形态 香港信报认为 刘云山从习近平手里 接下中央党校校长之棒 是地位提升的迹象 但也有舆论认为 刘云山是名声暗将 因为之前就有消息传说 中共高层负责搞事务的人士已被安排好 但并非刘云山 而是中共常委张德江和政治局委员李源潮 对于刘云山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外界也有不同的解读 有人认为是习近平的信任才成就了刘云山今天的权力地位 因为南州事件发生后 习近平还把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移交给刘云山 而刘云山也放下手头工作 奔赴习近平老家陕西等地视察 并向习宣誓效忠 不过也有分析指出 南州事件不仅让江系陷入尴尬境地 而且也打乱了习近平的部署 刘云山与习近平的宪政梦是唱反调的 因为习近平提出这个中国梦宪政梦 就是要对现实 对于这个法律制度 要有所感谢 否则这个梦就是一个空想 不可能实现 华佛指出 不管习近平和刘云山关系如何 但至少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 那就是党管媒体 这观点这两个人是没有分歧的 但是他们分歧可能在掌控的方式上 就工作方式方法上 所以呢 他们就是对掌握媒体的度上 分级上存在的一定差距 中国学者 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前研究员姚坚富 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分析 习近平和刘云山在政治理念上是契合的 而且在政治上都偏左 德国之声的报道还引述中国政治学者 陈子明的话表示 派别并不是刘云山的主要特征 他就是一个党的官僚 我文化人 no 他是一个党的官僚 同学实行外 感谢观看